不经意的回眸 快门键暗下的那一刻 又注定将开启一段悲哀的孽缘 这位离经叛道的公主 也留下了一张不属于王室的定格 恋爱脑的玛格丽特公主 受邀参加了一场有人的婚礼 但婚宴上朋友们各个看似幸福 只有还未走出失恋之痛的玛格丽特暗自神上 而且她还害怕 在轰轰烈烈的分手新闻过后 已经没有人再敢来追求她了 这时身旁的多年好友比利提议 不要两人凑合凑合的 毕竟两家人早已相识也没人会反对 内心麻木的玛格丽特 此刻对这个提议似乎也并不抗拒 比起吃爱情的苦 迈向舒适的婚姻似乎是更好的选择 于是转头就打电话告诉了女王姐姐 伊丽莎白在诧异之余也表示了恭喜 并计划在她与菲利普亲王结婚十周年的庆典上 宣布玛格丽特订婚的喜讯 然而就在要官宣订婚的当天 身穿礼服的玛格丽特却收到了 她的未婚夫比利无法出席的消息 玛格丽特立刻找上门询问缘由 竟看到了受伤在床的比利 比利用酒精麻痹枪伤带来的痛感 却也口无遮拦说起了受伤的经过 原来昨晚比利在单身派对上 不顾身份和几位女演员轻轻握握 惹得一位朋友为玛格丽特公主抱不平 直接提出向比利发起决斗 而最终的结果便是比利躺在床上腿部中枪 突然的插曲也让玛格丽特清醒过来 玛格丽特当即取消了与比利的婚约 而在十周年庆典上 亲王菲利普发表了自己对这十年婚姻的感悟 句句肺腑出自真心 让一旁爱而不得的玛格丽特善然泪下 中途便伤心离喜 深夜的宫殿如死一般沉寂 而孤独的公主只能独自癫狂宣泄 她极度想要逃脱这个禁锢自己的牢笼 就在这时 贴心的侍女为她安排了一场普通人的聚会 让她能够在这群与众不同的人中 呼吸到新鲜的空气 但公主的身份 让初来乍到的玛格丽特有些格格不入 这是一位喜欢洞察人心的摄影师靠近了她 男人颇有内涵的谈吐和迷人的外表 都渐渐吸引了玛格丽特 随后男人便用玩笑的方式 向玛格丽特介绍到场的客人们 突破边界的交流也让两人渐渐拉近了距离 接着男人又带着玛格丽特参观了她的作品 这才让公主想起 对方便是不久前 在婚礼上偷偷按下快门的摄影师 安东尼阿姆斯特朗琼斯 墙上的作品以人像为主 但镜头背后的每一个独立个体 似乎都在倾诉着不一样的情感和故事 玛格丽特在其中感受到了真实 而安东尼则表示她最厌恶的便是装腔作势和谎言 人们想要展现出来的那一面她并不感兴趣 反而是被隐藏的另一面更值得探索 充满着神秘感的安东尼 无疑引起了玛格丽特的兴趣 不久后 玛格丽特便来到了她的摄影工作室 但在这里她不是尊贵的王室公主 只是镜头背后的一个普通人 安东尼让玛格丽特换好衣服稍作片刻 结果自己却去楼上喝起小酒 直到玛格丽特等的不耐烦了 她才下楼开始拍照 随后又一步步引导玛格丽特的情绪 甚至拉下了她的衣服 拍摄结束后 安东尼又带着玛格丽特走进暗室 亲手冲洗照片 每个步骤都贴身进行 昏暗房间内的气氛瞬间变得暧昧 浅尝折尺的触碰也变得十分诱人 男人的轻车熟路虽然让公主警醒 但内心的悸动却难以抑制 冲洗完照片后 安东尼又骑上摩托车护送玛格丽特 一路风驰电掣 久违的自由和畅快 袭击了玛格丽特的内心 在这一刻她终于再次活了过来 第二天清晨 报刊刊登了由玛格丽特公主 亲自挑选的生日照 却让众王室成员惊掉了下巴 但玛格丽特刚刚找回自信的自己 又在此时得知了 前男友即将结婚的消息 刁蛮公主化身桌面清理大师 只因前男友来信说她要结婚了 曾经承诺此生绝不结婚的苦命鸳鸯 如今皮特却先背弃了诺言 即将迎娶她年仅19岁的新欢 特意写信请求玛格丽特同意 打破他们曾经的约定 也真心祝愿玛格丽特能找到自己的幸福 经过上次的拍摄 安东尼如今也成为玛格丽特最亲密的朋友 随后便找到安东尼倾诉此事 但安东尼却始终不明白 玛格丽特爱上了皮特什么 当他得知他的新欢才19岁时 随后安东尼问我玛格丽特此刻的感受 玛格丽特也没有明确表示出伤心 只是觉得这封请求打破承诺的信件 应该是由他先发出的 玛格丽特暗示明显 但安东尼却也表达出自己对婚姻的抗拒 接着继续装作若无其事地准备着自己的摄影展 玛格丽特只好失望离开 但很快安东尼就将改变新颖 摄影展随着玛格丽特的离开 退去了大半的热度 不久后安东尼见到了许久不见的母亲 只因母亲得知最近儿子和玛格丽特公主走得很近 在安东尼还年幼时 母亲就抛弃他与父亲转嫁给了一位子爵 从此以后他就几乎没有感受过母爱 而不久前摄影展也收到了母亲的冷嘲热讽 安东尼突然意识到 只有和玛格丽特在一起 才能让他在母亲这里不再受到轻视 于是安东尼便开始整理他的过去 与曾经的伙伴们一一告别 在将求婚戒指藏在十两人结缘的胶卷之下 玛格丽特被这突如其来的求婚打动 在正式决定步入婚姻前 两人也对彼此提出了要求 很快玛格丽特再次找到姐姐伊丽莎白 希望她能同意自己与安东尼的婚事 并且希望能立刻发布订婚的公告 最好能赶在皮特宣布婚讯之前 过多的信息量让女王一时难以消化 但不管怎样伊丽莎白都承诺妹妹 这次一定让她如愿以偿 然而打脸却来得太快 王室秘书再次找到伊丽莎白阻止 玛格丽特暂时不能发布婚讯的公告 只因女王此时已经怀有四个月的身份 而王室规定在女王的孩子出生前 所有王室成员不允许发布任何公告 这也意味着玛格丽特还要再等六个月 期待再次落空的玛格丽特彻底失望 控诉着整个家族对她的不公 伊丽莎白只好提出为他们举办一场派对 也算是能够间接宣布二人的喜事 不久后 这场一半由王室成员 一半由普通人组成的舞会拉开序幕 而亲王菲利普 看着即将成为廉津的安东尼身世如此平庸 不免开始抱怨 好歹自己曾经还是希腊王子 曾曾祖母是维多利亚女王 想要入坠王室还受到百般阻挠 结果现在普普通通的安东尼倒是轻而易举 但女王此刻却没空理会丈夫的小牢骚 只因她发现安东尼在舞会中 与一位金发女郎十分亲密 而此人也正是安东尼从前的伙伴 今天是来告诉她自己怀孕了 安东尼显然不打算负责 而不远处的女王看出了一丝异常 当即派出秘书案中调查安东尼的过往 很快安东尼的风流往事就被搬到女王面前 秘书们表示 安东尼不仅同时与多人保持着关系 甚至其中还有男性 惊人的八卦气得伊丽莎白当场太动 不久后就生下了她的第三个孩子 安德鲁王子 玛格丽特赶来探望刚刚分娩的姐姐 也希望能将她的婚事提上日程 而得知了安东尼真实面目的伊丽莎白 害怕再次伤了妹妹的心 十分纠结是否要将真相告知 1960年5月6日 玛格与安东尼在威斯敏斯特教堂举行婚礼 但任性的公主 最终还是没能迎来幸福的婚姻 两人在18年后离婚 玛格丽特也成为王室中第一位离婚的成员